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邱景仙 我是大英博物馆 修复中国古字画的表画师 我在这里工作了29年 在英国也是李宗盛的修复古字画的表画师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中国最早的一幅唐代木本 古开枝画的女士征图 是中国最早的李宗盛的一张卷本画 这个画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的国宝 大英博物馆很重视希望我们能够 把这幅画修复和技术的保存下去 因为这幅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600年左右了 所以丝图都已经翘起来 卷跟那个纸已经脱开来了 我们女士征图相当的重视 每三寸三寸的用放大镜 在放大镜下面一点一点的给它添加 用的是一个化学浆腹和日本的淀粉浆腹混合起来 颜色就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然后我用珠砂 藤黄 墨混合起来 很明显的破洞 全上去以后马上就跟原来的本色的颜色就拉平了 我们两个月马不停地的一直做 2014年6月3号我们把这幅画全都修好 现在再保留一两百年根本没问题 你看这张图片 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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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感兴奋 因为这也是新的资源 很重要的和美丽的画 你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谢谢 从1972年我在上海布务馆工作 专门学习修复中国古字画 在上海布务馆工作了15年 然后呢有机会到达伦敦 被推荐给大印布务馆东方部主任和馆长 他们拿了一张富宝石的画 这张画呢从火里面烧出来的 上面有好几个大破洞 后来呢我就试了试颜色 沾一点水试一下 看一下颜色掉不掉 我们都是在正面用开水洗画 洗好以后我翻过来 把后面的托纸揭掉 颜色一点也不掉 英国的同时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用开水洗画 然后他们跟我说 我们的大门为你打开 随时欢迎你来 这幅画呢是灯黄画到现在差不多1200到1300年了 这幅画到工作室来的时候呢 一共有37片 我们不表起来的话呢 这幅画呢就是一直一块一块的散落在外面 我到2004年的时候 把大印布务馆所有色畅的灯黄画全都做完 卷本画主要就是找到好的补卷 这个补卷呢 一定要跟原来的绘画同样的精卫师 以前呢 硬品的话是不会奢长的 我们在空白的地方呢可以做补卷 现在呢 硬品的话呢 都是像古董一样的有价值 所以呢现在越来越难买得到补卷 我在大印布务馆用的补卷呢都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玻璃版照片 1840年1850年 我先生呢是上海布务馆的摄影师 我们来来往往的差不多12年 风居两地 2006年的时候 他才到仁敦来跟我相聚在一起 他是我们家里的总后勤 每天呢他烧好饭以后呢等我回家 到了仁敦以后呢 我有时候去古董市场上看看 我有时候还帮上海历史博物馆 和师博会博物馆 帮他们找一点上海的古老的文物 因为在国内呢很难找得到 我们帮他们找到的是上海外滩的 1880年左右的老照片 他们非常高兴 今年我已经65岁了 我退休了5年了 但是呢答应博物馆了 领导们也希望我继续地住下去 而我呢带了两个学生 但是呢他们现在还不能系上我的班 把沉睡的库房里面的 噗噗烂烂的绘画呢 重新装表修复好以后呢 等于像枯抹缝成 能多修复意见 多展出中国文化呢 能够抢救一件东西 这是我的责任 为抢救中国的文化 我愿意在那里做出贡献 罗国现在在学就是慢一点 但是要做得好 对对 不得了 我愿意在做得好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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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